有關這幾天 這昨天的有新增的35例 16女19男在COVID-19疫苗接種後 那發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死亡的年齡在41歲到94歲之間 那其中25人是75歲以上的長者 那是疫苗接種後 當日到7天間的發生 那這35例中 其中 等下有3例是在50歲以下 我會再 個別跟各位說明 另外 到現在為止 我們已經解剖了16例 其中15例是 有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相關 另外還有1例是吸入食物的窒息 那這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觀察就是 所謂個案大多數都是高齡長者前有慢性 性疾病 那這個司法解剖的這16例裡面也 都是跟慢性病等心血兒疾病的相關 那 這有3例是50歲以下的部分 我先說明 有一例是40幾歲 那這個是有失血失調症跟缺鐵性的貧血 的部分 那它是在6月16號上午 施打了疫苗 之後兩天後就開始發燒 4日清晨就開始 就是沒有辦法叫醒 送院 送院急診急救無效 而判 到院前死亡 不過它的PCR的採檢是陰性 那目前家屬已經同意在 同意進行解剖 另外一例是也是40幾歲的男性 他是在6月16號接種 那19號死亡 他是有這個小腦性的麻痺 麻痺疾病史 那是護理師家的住民 長期臥床 在16號在機構接種疫苗之後 那 3天 3天後的清晨發現這個 無呼吸心跳 所以到院前死亡 那也是預計在6月10號進行司法相驗